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不断地跳 哀求老公不要再躲了 不料老公此时已经走火入魔 看见这把又输了 竟狠心将老婆推倒在地 骂完还一脚踹老婆身上 从这一刻开始 小欧彻底看清现实 男人一旦染上毒瘾 就再也就不回来了 她决定不再念及夫妻情分 毅然决然选择离婚 为了抚养孩子 小欧选择和有低保的老富豪在一起 老富豪还将她介绍进赌场当蝶马仔 而所谓的蝶马仔 其实就是帮赌场引进新客户 刺激他们进行游戏 并向客户介绍贷款的工作人员 完成这些指标后 公司会根据客户的质量 和贷款数量 给予小欧用金和提成 起初小欧非常厌恶这个行业 但为了生存 她不得不接受 意外的是 她很快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能够轻松区分出哪些人 是她未来的客户 哪些人只是彻底的赌徒 凭借这份天赋 她很快成为赌场的重要人物 在这个行业里名声却起 并在澳门买下了豪华别墅 在某些人看来 像小欧这样的人 是引诱别人走上邪路的恶魔 但每个来到澳门赌场的人 不就是为了追求刺激吗 说到底 最后堕入深渊还是自身的原因 在这个止醉惊迷的澳门 小欧依旧保留着自己的底线和善意 她见过许多客户 有些一夜报复 有些光屁股回家 如果她带来的客户连续输钱超过一定限度 她会立即劝职 所以在这种地方 小欧可以吻操胜券全身而退 但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在感情上 输得一败涂地 而这个男人便是来自北京的 房地产大老板凯文 她有十几个亿的身家 在赌场中风度翩翩高高在上 似乎对输赢游刃有余 还会慷慨地将大部分筹码送给小欧 这给小欧留下了几乎完美的印象 渐渐地 凯文和她成为私下的好朋友 原本小欧从来不计客户名字 因为她觉得这样会让自己感情用事 但她现在却不排斥 与凯文独处的时光 这也让小欧有了一种错觉 认为凯文肯定喜欢自己 不久之后 凯文离开了澳门 小欧也要去北京追讨债务 意外地认识了另一个冤家老史 她和小欧曾经接触过的人完全不同 如果说澳门的人都是混杂着香精和铜臭味 那老史就是纯净的石膏 说白了就是没有被社会污染过 老史在事业上很成功 婚姻幸福 她的老婆也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小欧对老史的家庭生活很是羡慕 因为这正是她一直向往的 老史想要为她做一件雕塑 但需要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才能更真实地表现 于是小欧向她介绍了自己的职业 并客套地说了句有机会来澳门玩 一定好好接待 然而她不知道这句随口的客套话 会改变她和老史的后半生 没过多久 老史真的来到了澳门 她借口是要给小欧做雕塑 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次澳门之行 小欧特意避开了所有的赌场 就是为了避免老史陷入泥潭 可在逛了很多景点后 老史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她想去赌场看看 尽管小欧十分不情愿 但距离老史飞机起飞只有三个小时 她想着也就这么一小回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于是答应带她去赌场转转 可当老史坐上赌桌时 一切在那一刻彻底改变了 男人赌输了三千万 面对无法还清的困境 竟直接跳楼 男人虽保住了性命 但伤势惨重 她的老婆健壮 将所有责任归咎于蝶马仔身上 男人会染上毒瘾 作为朋友的蝶马仔 确实也有责任 当初老师跑来澳门找小欧玩 就在飞机起飞前三个小时 她突然提出想去赌场看看 小欧并不想她陷入泥潭 奈何对方态度坚定 而且只剩三个小时就要离开澳门 小欧想着一小灰应该不会有什么幺蛾子 便带她去了赌场 怎料这小子一上桌 瞬间沦陷了 最开始她运气极佳 梅依会赢了很多钱 看着筹码不断增加 她变得越来越放纵 小欧开始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她见过太多这样的人 被快速的盈利迷惑 越赢越贪心 而这样的人最终都只有一个下场 结果在中途 小欧被一通电话叫走了 临走前她放心不下老史 特意嘱咐她不要误了飞机 当小欧处理完事情回来时 发现老史已经不在原地 以为她回去了 所以没太在意 时光来到2003年4月 小欧意外地在公司里又看到了老史的身影 这才知道她原来一直没有离开澳门 而且像是变了个人 你怎么没这样背后 我就该输钱 小欧一听无语了 这是无能赌徒 为自己输钱找的最典型的借口 果不其然 老史已经背负上了巨额的债务 如今她不再是一尘不染的艺术家 而是一个落魄的败家子 甚至没有住的地方 小欧深感自责 于是满怀同情地安排老史住进了连租房 等待她的老婆来接她回去 此时老史已经输光了所有的钱 然后开始后悔 早知道压住反着买 别墅靠大海 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早知道 原本花了几千块从北京运来抵债的名贵木材 也被她偷偷拿去输光了 小欧再也无法忍受 将老史关在房间里不准出去 甚至派人严密看管 等待她老婆来接人 怎料这小子没脸见老婆 不顾阻拦 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 最终 她老婆将她带回了北京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小欧内心感到十分矛盾 作为一名蝶马仔 她的本职工作是为公司招揽客户 但她又不愿看到那些人一步步堕入深渊 最终倾家荡产 她总是给客户留有余地 可最后这些人还是一条路走到黑 就连拥有十几亿身价的凯文也不例外 而且还拉着小欧一同落入深渊 转眼到了2008年 澳门回归大陆十周年庆典 遇见了凯文 对方依旧风度翩翩高高在上 深深吸引着小欧 然而这次凯文向小欧申请的恶度 已经超出了小欧的控制范围 一向见好就说的小欧 竟意外地找老板申请 她的偿还能力你能担保吗 我能担保 而且我不是还有一套别墅吗 你那套别墅不够这个树 Let's get something 恋爱脑上头的小欧无比信任凯文 以至于把自己的家当借给了她 可现实很快让她清醒过来 一开局 她就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 凯文一定有事情瞒着自己 回到办公室果然查出 凯文偷偷在别的地方堵台底 输了钱后才来找她 恋爱脑的小欧无法相信凯文会给自己下套 但老板却说 我跟你打赌 我在这里长大的 像她这种玩法的老板 有一种说法 不是特别特别有钱 就是特别特别缺钱 很明显 凯文属于后者 老板劝她赶紧把人带走 否则家当不保 小欧立即回到赌桌 想劝凯文收手 但那个赌红了眼的男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赢了想赢更多 输了想要回本 完全停不下来 然而赌博没有赢家 当小欧看到赌桌上的筹码越来越少时 感觉自己的房子一块一块被拆除 事后 凯文再次给了小欧一个大鼻豆 她在写下欠条后就失去了联系 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拿不到欠款的小欧 只能卖掉别墅来抵债 过了一段时间 她去北京找凯文算账 把她害得倾家荡产 凯文却依旧一副淡定从容的样子 忽悠小欧说自己前段时间在外地谈项目 几天后就能还钱 当时的小欧仍然心存侥幸 再次给了凯文一个机会 但现在她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 更糟糕的是 自己明明知道对方在撒谎 却还是选择相信 因为她在赌感情 可赌输感情比赌输钱更可怕 输钱只是输钱 但输了感情 是连钱也一起搭进去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 房地产行业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 这也意味着凯文更加无法提供资金 此时小欧联系不上凯文 故意接近她的老婆 套出了她的下落 当凯文的知小欧接近她的家人后 立马摘下了伪善的面具 随后她又找出各种借口推托 小欧也无法忍受 最终同意给她宽限十天 然而小欧没有想到凯文还债的方式 竟然是再次走上赌桌 心存侥幸想要一战翻盘 一拖二十 表面上是一倍下主 但台下是以二十倍结算 凯文一路高开 没多久就赢了一亿多 足以还清欠下的大部分债务 可遗憾的是 赌徒就是赢了还想赢 输了想翻盘 从来不会见好就收 这一次她不仅输光了所有财产 家中所有的豪华家具也被拿去抵押 老婆因惊吓而中风瘫痪 原以为这已经是凯文的底线 但两年后她突然回来找小欧 声称已经戒赌 打算老老实实地做回生意 找小欧借了二百万竞标 可小欧没有预料到的是 凯文拿到钱后又回到赌桌上 小欧心如刀割 意识到自己再次被凯文所利用 自己的善意和信任变成了一个个刀刃 刺破了她的心 小欧终于醒悟过来 她不能再让自己陷入这无尽的循环中 决心远离赌场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